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印象还是蛮深的 也许有一次我们整个寝室 所有人在一起 把当时网上流传的那种 五样非常难喝的饮料 买到了一起 最后我们一致得出来结论 还是那个牢山白花蛇草水最难喝 你做学术的话就相当于 对传统文化对真理有一个承诺 然后你要履行这个承诺 是需要相当的意志的投入的 说遗憾的话实际上我就觉得 我来这三年里面 一直没有带我父母逛一逛这个校园 将来在德国有找到同样的 跟我有同样志向的妹子 然后大家才能说恋爱这种主义 不敢对异性同学有特别深的印象 因为我有女朋友 我其实在欧洲的时候 就非常想去希腊 毕竟学哲学的话 对于希腊可能还是有点情节 还是想去看一下 就是以前的戈尼斯堡 也就是现在的加利宁格勒 那毕竟是康德医生待过的地方 作为一个康德研究者 对那里可能还是形象往 只想想在康德幕之前跟他说 我毕业论文写的是你 那心里会感觉有点奇怪 包括欧洲的一些历史很悠久的教堂 比如像科隆大教堂 以后我有机会也想去看一看 可能最想往的地点就是月球吧 因为我非常想能够有机会 就是站在月球上面看一下地球是什么样子的 在这毕业之际 我们怀想远方 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要回望过去 回望我们一起走过的路 想起第一天 来到这个不大的宿舍 想起那张录取通知书 还有自己金色的样子 那时候就常常想 远方是什么样子 树里说 离开长安七千四百多里 有沙漠和雪山 那就是远方 在电影里 那里有七色的彩云 和一生所爱的人 学识延展了前方的路 我们收获了太多 成长了太多 然而 未来还是不能确定的 但我们依然可以 背起行囊 我们依然要出发 也许 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 也许 从太平洋的一边 到另一边 从今天 到明天 即便山的那边 还是山 海的那边 还是海 我们还是要去追寻 追寻我们想要成为的样子 为这离别干杯吧 曾经聚成一团祸 今天 散坐满天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